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不要停了啊 这次我发着洪金宝大哥他处理这个戏 跟他之前的不一样 他是怀着非常兴奋的状态在创作 回记得我们第一次跟他开会 他是跟我们说太极的理论是什么 那这个理论怎么放在这个电影里面 然后怎么放在那个男主角的手上 怎么会跟其他的一定不一样 他会找到太极的终点 然后放在这个片子里面 不一定是要说我们练得很棒的 但是所有动作是从前家来看的太极了 洪金宝导演他拍那个动作很有功夫的味道 还有罗子 非常有电影感觉 他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动作道理 我们戏里面几乎每一个演员都不懂得打 不懂得动作 但是他偏偏要求每一个演员跟 就是积极演出那个动作 他把每一个演员都怕成真的很打一样 踢身拥的量不多 他会给你一种很好的刺激 让你很灭魂的很快地进入到状况里面 走 走 停 踢 踢 停 开始 又开始 好 洪金堡導演他把警察動作卸去得非常漂亮 他之前一直都沒有在他的電影裡面呈現過 因為他不希望跟其他電影有重複的畫面 這次在跟他合作呢 我覺得他是越來越老練 好啊 走 走 好 小超 你辛苦了 好 回家休息吧 為了這齣戲其實還練習了蠻久太極的 就在開到之前那兩個月 就是在練太極啊 然後還有拉筋啊 然後本來其實我的腳筋 開一隻馬拉開到九十度吧 然後訓練了兩個月之後 我就可以開到一百七十度 如果說是動作上面 可能套招到現場還會改 結果就把它著重練習在一些 身體機能的挑戰上 就像拉筋啊那些 因為我覺得拉筋如果你筋很緊的話 可能你拍武俠片的時候 很多時候要踢腳啊 或要飛腿啊 那就會看到 哦 原來你是不行了 然後就挑戰一下自己的極限 他有很淳樸的性格 並不善言語 說話甚至還 有一點 修難 我 我 太極 我覺得應該是 分為 首先我想到的就是 嗯 然後小翹他 當然我們選他的原因 第一就是因為他不夠好 全運會 嗯 試錦賽 嗯 兩運會 但是你看他 打起功夫來 你會覺得他完全變得另外一個 每一次受工 然後我在車上 回想 當天拍的一些東西 然後通過監視器 也看了一下自己 所呈現出來的效果 然後 心裡又非常欣慰 覺得哦 再累也值了 哎 喂 喂 沒事吧 沒事 我又怕打傷打 然後 又 又想把這動作做好 所以就是 也有時候也會很糾結 這樣 一二三 啊 啊 怎麼了 怎麼了 啊 一張一張一張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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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家蕙這回應該算是撈早了吧 我覺得一個演員 能夠 有機會就是去詮釋這樣一個角色應該是很過癮的 我一直很想很想就拍一個武術的電影一個武打的電影 這次能夠在太極裡頭有兩場比較大的打戲 那我就覺得很興奮帶著很期待的心情來到現場 家蕙哥很有活力啊 整天從從早晨到了現場就從這兒蹦到這兒從這兒走到這兒就這樣 和現場的每個人都打招呼啊很熱情 夏蕙哥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熱心的熱心的前輩 而且是一個很好的老師 他在現場會經常幫助我們年輕的演員去解決一些問題 而且他有與生俱來的一種幽默感 有他在的話那劇組到處都是歡聲笑語 就是氣氛很好 我剛開始了 我剛開始了 我們在這兒 我們在平常都趕到這兒 我們在平常的街頭 我們在平常都有漫談 我們在平常的街頭 老實說 我們在平常沒有人當成功 我們在平常的街頭 那邊走 我們在平常都沒辦法 我們在平常大街頭 在平常的街頭 我們在平常有一個人